阿斯特飞弹 欧洲唯一自研的战区反导飞弹系统 也是当前北约架构下 唯一能够与美制标准系列相抗衡的防空飞弹系统 被誉为欧洲21世纪全天候全方位的防空飞弹系统 目前已成为欧盟陆海空三军多用途防御系统 在二战之后 很多欧洲国家都选择了依靠同盟体系 保障本国的军事装备供应 开始大量采购盟友国家的军事装备 比如买美国的 在研发阿斯特飞弹之前 法国和意大利使用的都是美制标准仪防空飞弹 再配合各自研制的响尾蛇和魁蛇进程防空飞弹 构成远洋舰队的防空伞 不过法国觉得一直依靠美国也不是个事 于是在80年代时开始着手新飞弹的预研工作 只是随着国防预算的削减 独立研制几乎是没可能了 于是法国便拉上了意大利和英国 一同研制新飞弹 当时的英国已经拥有了装备在42型驱逐舰上 射成100多公里的海标枪防空飞弹 基本就是抱着滑水的态度参与进来 所以主要的研究工作就交给了法裔两国 二者研究新防空飞弹的目的 就是取代本国装备的标准防空飞弹和响尾蛇与魁蛇 同时能够作为陆军防空系统使用的通用型飞弹 研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飞弹的基本型射程大约在30公里左右 然后在其基础上研制增程型 射程70公里左右 最后再研制兼容新飞弹的新型通用垂直发射系统 与配雷达与作战系统 最终到2001年飞弹正式完成制造商试验 开始交由海军部队进行验收 取名为阿斯特 飞弹的基础型被命名为阿斯特15 增程型被命名为阿斯特30 阿斯特15相比较射程只有15公里的海麻雀型 短程防空飞弹的早期型更加优秀 其射程达到了30公里 和海麻雀防空飞弹改进型 也就是ESSM型相当 为单点防御 而增程型阿斯特30的射程达到了70公里 为区域防御型 二者在设计上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都是两极固体飞弹 采用的都是指令加主动雷达的制导方式 战斗部的重量也都是15公斤 主要的差别就是使用了不同助推器 阿斯特飞弹的设计原理与美国SM系列飞弹相似 都是由一个通用的飞弹体通过配装不同的助推器来实施不同的任务 其中 阿斯特15的助推器只有200公斤 1.6米 阿斯特30的助推器重只有350公斤 长2.3米 在设计之初 阿斯特飞弹计划使用垂直冷发射方式 也就是俄罗斯S300S400防空飞弹系统的发射方式 但是由于法国的垂直冷发射系统存在可靠性问题 加上设计又太过复杂 法国最终放弃了这种发射方式 继续采用比较成熟的垂直热发射方式 阿斯特15在离开发射筒之后转向 弹尾助推器能在2.5秒内将飞弹加速到3.5马赫 在相同情况下 阿斯特30中远程防空飞弹则可以在3.5秒内的时间内 将弹体加速到4.5马赫 之后助推器便被抛弃 只留下主弹体飞向目标航线 凭借着出色设计阿斯特30的飞行速度快 拥有双重控制等先进技术 增加了它的拦截高度 反应时间短 机动过载比爱国者高一倍多 对各种空中目标的杀伤概率高达90% 阿斯特防空系统在射程和射高方面 其实与世界上顶尖防空飞弹其实还有些差距 只能算是一般水平 阿斯特15的最小射程为1.7公里 对飞机目标的最大射程为30公里 对略海飞行反舰飞弹的拦截距离为15公里 其射高达到了10公里 阿斯特30飞弹的最小射程为3公里 理论上对飞行高度3000米以上的飞机 有效射程为100公里 对3000米高度以下飞机的拦截距离 只有50公里 对高速突防战斗机的拦截距离更近 只有35到40公里 阿斯特30略海飞行反舰飞弹的有效拦截距离 只有大约30公里 但是在动力设计和拦截精准度方面 阿斯特还是比较突出的 阿斯特飞弹的制导方式为惯性 指令加上主动雷达复合制导 在飞弹的前部有一个法国达索 和阿莱尼亚公司联合研制的 主动脉冲多普勒雷达 具有编程能力 这使飞弹始终沿着最优飞行路线飞向目标 这种方式的弹道变化小 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持飞弹能量 以增加有效射程 并且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在复杂环境下 低高度上依旧可以识别低信号目标的能力 飞弹的战斗部为巨能杀伤爆破方式 装有无线电进炸引信 在飞弹飞进目标2米以内时 进炸引信的杀伤战斗部爆炸 其破片能够确保在近距离内 将目标彻底摧毁 除此之外 阿斯特飞弹的动力设计也是独树一致 现役舰载防空飞弹 大多采用尾翼控制航向的设计 这种设计虽然简单可靠 但是从翼面转动制造偏折气流 并产生对应的反作用力 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拦截速度较高的飞机和飞弹目标过程中 延迟就会产生严重问题 这种设计的防空飞弹系统 很难应对高机动空中目标 但是阿斯特飞弹的独特设计 则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除了使用传统的尾翼制动面之外 还为飞弹加装了直接推力控制设计 在防空作战中 最重要的终端拦截过程中 阿斯特飞弹可以凭借侧向推进器 直接产生反作用力 推动弹体撞向目标 其安装了四个侧向喷嘴 均匀的安装在飞弹尾部 每个喷嘴之间不同的推力矢量组合 可产生不同的侧向推力 受益于这种独特的设计 阿斯特飞弹即使面对 以15G过载加速猛烈闪避的目标 依然能够应对自如 而现如今主流战机 最大过载一般只有9G左右 当探测到一个飞行在10米高度 时速1000公里的空中目标时 阿斯特15能够以35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在7公里的距离上拦截目标 从发射到拦截 飞行时间大约为10秒 也正因如此 阿斯特飞弹还有另一个特点 那就是一弹多用 它不仅可以对付高度在10米以下 距离在15到17公里的 一般亚音速飞机和反舰飞弹 而且能够有效的抗击高度10米以下 距离8到10公里 飞行速度超过2.5马赫 过载15G的超音速大型机动反舰飞弹 也能拦截距离在30到70公里的侦察机和预警飞机 除此之外 阿斯特飞弹的通用化程度也很高 在设计阿斯特的时候 法义两国就注重提高通用化程度 首先就是飞弹控制系统的通用性 阿斯特系列防空飞弹系统 使用Ariba和Impact这两种性能形似的多功能相控阵雷达 其中Ariba雷达的作用距离为100公里 对雷达反射界面积0.5平方米的飞弹的探测距离为50公里 对大型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为100公里 最多能跟踪100个目标 同时制导10到16枚飞弹 Impact雷达的性能与前者相似 但阿斯特30使用的Impact 则增加了两部搜索雷达和光学设备 增加探测距离 发挥阿斯特30飞弹的优势 甚至在必要时还能引导海军战斗机进行拦截 这两种飞弹控制系统可用于欧洲各种新型舰艇上 其次就是发射装置的通用性 阿斯特飞弹的发射装置 是法国制造的希尔瓦巴连装垂直发射装置 性能与美国的MK41不相上下 除了可以发射阿斯特15与阿斯特30之外 还可以发射风暴阴影海军型对陆攻击巡航飞弹 战斧飞弹或者其他垂直发射的反潜武器 可以保证欧洲各国完美使用 凭借着出色的性能 法国在研制成功之后 就在戴高乐航母上部署了阿斯特防空飞弹 并在02年时在地中海首次发射阿斯特15 完成了验证的最后阶段 发射采用了希尔瓦垂直发射系统 飞弹飞行8.8秒后 在距航母6.1公里处击毁了目标 而且自研发成功之后 阿斯特防空很快就在欧洲流行 在英阿对战的马岛战争中 英国42型驱逐舰装备的海标枪舰对空飞弹 由于不能有效地抗击阿军超低空来袭的飞机和飞弹 为此英国海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所以英国在新一代的45型驱逐舰 重新选择了飞弹 结果自然是选择防空能力很强的阿斯特 在英国的45型驱逐舰中 装备有48弹元的希尔瓦垂直发射装置 通常混装16枚阿斯特15进程飞弹 以及32枚阿斯特30 希尔瓦垂直系统的采用 不但是防空反应时间缩短到6秒 而且还是45型驱逐舰拥有持续的火力 可以对抗全天候全方位饱和攻击 除此之外 法裔合作的地平线防空护卫舰 法国的拉斐特机护卫舰 以及沙特萨瓦里2护卫舰 都装备了阿斯特防空飞弹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在06年的时候 就打算购买阿斯特防空飞弹系统 用于康定级护卫舰上 让其发挥应有的海上战力 康定级护卫舰 相信各位都很熟悉 台湾海军根据光华2计划 在1991年向法国订购的其原型 就是拉斐特级护卫舰 阿斯特飞弹的垂直发射 以及其拥有的矢量推进喷嘴12级动力 是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 一直无法突破的关键技术 加上空气冷却技术 最快可在一秒内发射两枚阿斯特飞弹 如果这种防空飞弹 能加装在康定级护卫舰上 能大幅度改善其当前的困境 法国设计的拉斐特级护卫舰 原本具有全舰隐身功能 但是台湾把海上小解数飞弹 安装到甲板上后 增加了雷达反射面积 减损了隐性功能 但是换上阿斯特飞弹之后 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 于是台湾就在06年的华币会议期间 向法国提出在康定级护卫舰上 加装阿斯特飞弹的提议 法国口头上答应 却开出了1000亿台币的天甲 要知道当初台湾购买 6艘拉斐特级护卫舰也才900亿台币 无奈之下 台湾只能放弃继续研制自家的 天剑二型防空飞弹 采用模块化的装配 将设备隐藏在甲板上方 相控阵雷达则是设在预留空间内 理论上可以恢复原始的隐性功能 对此各位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